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年底选战日益增温,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至今表示,党内提名晚,6月23日举办的大型造势晚会,要让绿营归队,把最后一个月造势拿到第一场,目前竞选团队也陆续到位,将与党籍新北市长苏贞昌参选人共推各项政策及市政愿景, 未来也将会举办多场双北造势活动,姚文至今天上午出席兰州国中毕业典礼,受访谈到6月23日将举办大型造势晚会,预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出席,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党内大咖站台? 姚说,因提名作业起步晚,6月23日办首场大型造势晚会,要把所有绿营支持者整队,重新出发,陈菊已经答应,其他来宾陆续邀请中,如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也有邀请, 党内干部,立院党团,议会党团,会在晚会里,共同描绘台北院警媒体问,是否也有邀请行政院长赖清德? 姚文至表示,也在邀请名单中,办晚会行程赶,大家行程正在排,自己很感谢陈菊,因为他原本南部有个行程,费一番力气才调整出来, 姚文至也说,6月23日大型造势晚会,与过去传统比较不一样,希望把最后一个月造势,拿到第一场,重新整顿党内坚定意志,让大家团结一心,对于国民党双北参选人将合作,姚文至说,民进党7月15日会有全国县市长提名人在党代表大会造势,会比蓝宁规划8月还早, 双北之间在政策跟生活上,都应合作无间,目前正展开密集会谈,做立法院民进党团嫁集动员,双方团队都在立法院,大家都有聊,未来双方团队会更清楚谈政策或活动合作方向。 媒体问道,前副总统吕秀莲说将维持参选台北市长状况到登记,姚文至回应,我们都尊重,大家把未来对市政想法,透过这段期间回到市政,回到城市愿景,提出很多不同做法也都很好,接受市民公平。